大家好 歡迎收看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劉力森 受到高空反應樹的影響 本港對今天天氣相當不遭遮 天晴陽光充沛天氣酷熱 看回市場方面 今早市區的低溫是28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低溫 都介乎25至27度 日間有陽光天氣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上升上34.4度 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而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 都介乎33至34度 特別是打鼓嶺、石缸和赤穫機場 今日高溫更加有35度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見到 環沿岸地區帶來的天氣相當不錯 雲涼比較少 不過看遠一點 在南海中部 以至菲律賓附近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雲團 這個雲團跟一個廣闊的低壓區有關 我們預計的這個低壓區 在未來一兩天會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熱帶氣旋 到了本週後期的時間 會靠近廣東西部 以至海南道一帶 不過它的移動路徑和強度 仍然存在變數 不過與它相關連一些外圍雨帶 相信本週後期的時間 會影響環沿岸地區 以至南海北部 到時我們的天氣會轉壞 風勢會增強 有狂風、趙雨和雷暴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看近一點 明天的天氣 我們預計會轉吹一些偏東風 有一兩陣趙雨 不過日間的時候 都會有陽光 天氣是酷熱的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理預測會是這樣的 晚間天色會大致良好 最低氣溫約為28度 明天會有一兩陣趙雨 部分時間有陽光和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會上升上33度 風方面初時是吹微風 明天會轉吹和緩的偏東風 只望看回星期四 東風會增強 又有幾陣趙雨 除了一兩天風勢會頗大 有狂風趙雨 在此提醒大家 浩宇的天氣警告就現證生效 大家趁我們時間記緊喝多點水 避免長時間暴曬在陽光中 以免中暑 同時預測明天最高指外線指數 將會達到10 強度屬於甚高 亦都盡量減少受陽光 直接照射眼睛和皮膚 好了 這次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 再見